好喂 大家好 我是红剑 那么今天是4月1日 但是今天不是愚人节啊 大家应该知道 20年前我国的领海和领空 出现了一名英雄 8-1-1-9-2 我们应该记住他 如今已经过了20年 我们祖国已经强大了 我们有航母了 再遇到这样的事情 我们有足够的底气 足够的实力去应对他 但是 我还是很希望 8-1-1-9-2 能回家 能够返航 我们的英雄 一个都不能落下 行吧 那么今天也不说 这么沉痛的事情了 今天的话呢 是Landful更新了 全面战争模拟器 我一直在想 这个视频应该是 今天发出来呢 还是明天发出来呢 我刚刚还是仔细的 去盘了一下 去思考了一下 还是明天 弯弯还比较好 啊 等一下 等一下 没事啊 就是最近可能那图看的有点多 然后刚刚一说到 就这种事情嘛 然后就会 有一堆 纳兔的画面啊 就从我的脑子里面闪过去 然后就 怎么说呢 就有点催泪嘛 我调解一下 我调解一下 好的 我又回来了 那么真的非常抱歉啊 又浪费了几个小时的时间 这个视频可能明天4月2号都发不出来了 是这样的 我现在可能就是怎么说呢 就没有那种专业演员和专业播音主持的能力吧 就是遇到某些比较大的情绪波动的话呢 很难快速的调解回来 所以又浪费了几个小时时间 真的非常抱歉 尽量啊 反正我这个视频是肯定会发的 行吧 同时我也会想办法去增强自己的能力啊 尽量能像之前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日本的播音主持的 主持人小姐姐嘛 她不是一开始还在念着台词还笑嘻嘻的 然后突然一脸正经地震播报 我的妈呀 太强了好吗 这个临场反应能力 我现在可能还没有能做到这么强大的这个表情控制 包括这个声音的控制 在我这个心情真的很低落的时候呢 我声音是 基本上就是 我现在也模仿不出来 因为我现在整个心情已经恢复了 行吧 我们这一次的话呢 主要是更新了中文 大家可以看到 好像没有地图 好像没有战役 多了个多人 当然这边我强调一点 就是我不会录制多人模式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多人模式的话呢 相当于是 无底洞 我录了之后呢 观众就会一直让我录下去 一直让我录下去 导致我就没有办法录其他视频 所以我这边要强调一点 强调三遍 我不是单纯的全面战争模拟器 阿破主 我不是单纯的全面战争模拟器 阿破主 我不是单纯的全面战争模拟器 阿破主 为什么要强调呢 因为我相信 这个游戏一更新 肯定会有很多的粉丝观众 去我的私信 去我的评论区 上一条视频的评论区 可能已经被爆炸了 全部都是跟全面战争模拟器 相关的内容 我人都会傻掉 为什么呢 因为我好不容易录了一个 上一期是什么 末日准备狂嘛 然后下面全是全面战争模拟器的评论 我人都傻了 我真的 更有甚者 会有非常多的观众 会在私信留下一条留言 就是 你不更新全面战争模拟器 我就取关 说句实话 其实我觉得 如果说你想取关的话 就可以不用告诉我 不然的话 虽然说我应该 不会有太大的心情波动 但我还是会有一点点小伤心的 我是这样的 我是觉得 如果说你觉得 我的内容不适合你了 并且你觉得 这个观众和 我这个up主 没有什么情感 可以去维系 这份关注了 那确实 就应该 到了取关的时候了 就不用特意私信 告诉我一遍 对吧 不然的话 我会感觉 哎呀 你这个 确实啊 你粉的就是 全面战争模拟器 他没有粉过我 红剑 你只是 至始至终都粉的是这个游戏 粉的不是我 那我 其实我又会在乎什么呢 我有时候 我会瞎想 不说这么多了 就说大家觉得 要是真的不适合了 可以自己去找一下 更适合自己的 这个内容偏好的up主 啊 行吧 我怎么感觉 我好像 哎 在劝大家取关呢 嗯 我这个怎么怎么 我做视频做的这么奇怪呢 别人不都是倡导 啊 不要忘记点赞三连 不要忘记关注嘛 我为什么在劝大家取关 太奇怪了 行吧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一次呢 更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就是新地图和新关卡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没有 那我这边带大家去解锁一下 首先来到中世纪一这张地图 哎 这张地图的话呢 可以解锁一张善的地图 这张地图在哪呢 我们下来找一下彩蛋地点 大家是不是很少下来这个地方 啊 这个地方增加了个新东西 大家看这里有一个 闪闪发光的夜光手表 不是啊 这个Landful的图标 我们凑近看一下 这好像是一扇门 并且好像有解锁的音效 噗 哦 你再不快点 我就要憋死了 我就跟着他憋气呢 进来之后 哇塞 好黑 这什么地方呀 啊 这好像还有一个人拿着手电筒 啊 其实不是 啊 只是外面的光 照进来了 那么这个地方 有什么东西呢 我跟你们说一下 这个地方老厉害了 我只要碰一下这个宙斯的法杖 宙斯的权杖 大家就可以发现 哎 这整个地方亮起来了 吸收了天地之精华 太阳精华 旁边的话呢 其实就是众神的这个画像 当我们进入这个大光球里面之后呢 刷 有点仪式感啊 哦 大家发现了什么 一张新地图啊 对不对 解锁了这张地图之后 我们就可以有关卡了 并且可以看到这张地图 初始居然是有兵的 啊 上面有这个神奇的 他叫什么来着 啊 羊皮盾啊 羊皮盾 以及 哎 后面这个又叫什么来着 我给忘了啊 反正他们都摆着自己的pose 看到没有 啊 就站在这个地方 左右对称的 那么除此之外呢 新的地图 还有隐藏兵种啊 这是隐藏中的隐藏 隐藏兵种在哪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 这个教堂的玻璃这边啊 彩色玻璃这边 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太阳的标志 没错 它可以解锁 解锁 你快点啊 太阳能建筑师 为什么这个中文翻译这么奇怪呢 我记得我之前玩内测版的时候 它叫 它就叫太阳神呀 啊 哎 奇了怪了 它 它之前就叫太阳神啊 对吧 怎么 怎么突然叫做太阳建筑师 太阳能量建筑师 太奇怪了 啊 这边的话呢 还有几个光球 啊 这个光球特别的可爱 看到没有 里面有一堆的这个蓝色的小光球在转 那么这个兵种的话呢 它是能用这个蓝色光球去攻击的 是一个中距离兵种嘛 啊 中成兵种 并且它的盾能挡住弩剑 当然只能挡一下 然后能挡住三次弓箭的进攻 第四根剑就会射穿进去 啊 包括这个宙斯也是能挡的 宙斯是能挡多少下电来着 啊 忘记了 反正它血很薄啊 不是很厚 这个宙斯只要把它的盾打穿 啪一下打进去 它就没有了 行 那么有善 就有恶 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的话呢 一边飘的是黑烟 一边飘的是这个 一边是这个圣光 说明什么呢 恶已经渗透到了善这边 这里都露出来了 看到没有 啊 非常的脏 啊 非常的脏 怎么得找一下这个善良的清洁工 打扫一下了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张地图 首先要回到主菜单 然后这边点一下战役 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善之战役啊 多了一个善之战役 但是我们还得去把这个恶之战役 也得解锁出来 那么恶之战役相信大家应该猜到了 就在亡灵一这张地图 啊 没错 就在亡灵一这张地图 一样的地方 往下走 啊 都是迷雾 啊 我感觉呼吸不畅通 我感觉不畅快 我感觉好难受 我感觉我憋着 进来之后 音乐就换了 瞬间换成了音森的音乐 这个地方飘着黑烟 大家看到没有 咱们只要从这个底下 哎 哎 滑进去 啊 怎么样 感觉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一种什么感觉呢 啊 就有一种我们是一坨屎 然后从这个地 奇怪的比喻增加了啊 啊 就有一种 咱们是 这个小黄人从管道里面穿出来了一样 啊 于是来到了恶之地图 那么恶之地图这边的话呢 也是有隐藏兵种的 但是我忘记在哪里了 我得找一下啊 啊 然后这边的话呢 有这边 恶之地图的这个 这这个你叫什么来着 我我把他们这兵的名字全忘了 因为我之前看的全是中文啊 全是英文 这个版本是有中文的 所以我我不记得他翻译叫什么了 我们主要是来把这个隐藏兵种给解锁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 长得好像是拖塔里天王 但是又不是 长得好像是一个脊梁 脊柱骨 但是又不是 长得好像 好像是一把剑 但是又不是的这个东西 啊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他 他叫做地狱魔鞭师 啊 原来你是用这个鞭的 但是这个鞭其实长得很像 中国古代的剑啊 长得像剑这种武器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顺利的解锁两张地图 并且解锁两个战役 大家看一下啊 战役这边 诶恶之战役也有了 善之战役也有了 就是魔幻善 魔幻恶 非常的魔幻啊 之前我还问过这个制作组 制作组 你们到底是想把这个游戏 搞像这个魔法化呢 还是科技化呢 结果他们毅然决然 现在选择了魔法化 后续搞不搞科技上的这个派系 我是不太了解的 不过呢 其实不管就是我知不知道 我也很难去告诉你们 毕竟还是有一点点这个保密成分的 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背景啊 每一次出来都是非常的精彩 对不对 都不一样了 以前只有一个纯色的背景 现在是有地图的 诶 这个地图什么时候长树了 诶 我这个我要去看一下 维京沙盒这边有长树吗 诶 没有这个地方啊 那封面这个地方是哪来的 诶 这什么时候长树了 这个地方 不说这么多啊 重点是什么呢 重点是咱们地图这边 也多了 魔幻善和魔幻恶 来吧 我们先来逛一下这两张地图 行吧 我觉得逛这个地图 解锁两个兵种 再解锁这两个地图 都可以凑一期视频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不是说我水视频啊 而是这一次官方制作的这个地图 我感觉氛围实在是太好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 整个氛围真的太舒服了 营造的 非常的良心 之前的地图呢 就感觉有点换皮的意思了 但这一次就非常的不一样 能够非常好的去营造这种恶的氛围 你看这个蘑菇 哇 这些元素 融合的非常的多 终于不再是 像之前什么 这个万圣节派系啊 圣诞节派系啊 只是随便给你出了张地图 那地图还是老地图改的 这一次是真正的新地图 哇 很快乐啊 很快乐 这边还冒着这个 我都不知道这个东西该怎么叫 暗黑的气息 啊黑衣之气 我怎么感觉我中二起来了 对吧 整个地图真的非常的好看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大雕像 这个大雕像的话呢 是个什么东西啊 好像是一个法师 牵着一只有罪的恶龙吧 啊 好像是一只恶龙 不好说 但这个法师好像也是黑法师 对不对 穿着袍的黑法师 不像是一个正义的法师 然后这边是一堆的铁链 铁链锁着 你谁啊 锁着好像又是一只龙 或者说是一只蝙蝠 大蝙蝠 都无所谓了 反正 整个氛围营造的就特别的好 这里还可以钻进去 再钻进去 哦 哦 我之前测试版的时候 都没有来过地图下面看的 这下面也好棒啊 哇塞 这次官方是真的用心了 下面全部都是这种绿宝石吧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称呼 撑起来的地盘 整个光全是从下往上打的 哇 太帅了啊 我们再换张地图 行吧 再去扇知地图 再仔细看一看 好好的浏览一下这两张地图 啊 可惜的是扇知地图这边 首先呢 你看啊 水晶被推了一个 看到没有 这边水晶被推了一个 然后这边这个水晶已经残了 已经开始漏了这个 饿进来了 对吧 所以的话呢 这边扇这边很危险啊 你们赶紧去把对面的这个主塔推了 不然的话 可能扇就完蛋了 不过好像扇这边的塔比较多 这个倒无所谓 饿那边几乎没什么塔 你们应该很容易就能把水晶推掉 然后这边的话呢 就是那种教堂的彩色玻璃 刚才我们也说过 也解锁了一个兵种在这个地方 这个玻璃的话呢 我觉得真的就是从那个教堂那边 拿过来的 简直一模一样 好吗 我们再来看一下远处这边啊 还是一样有彩色玻璃 然后这边还有漂浮的石头 我可以称之为陨石 行吧 但是这种先进的东西 我们凡人估计理解不了 这边又是一面彩色玻璃的这个小福岛 一堆的空岛啊 非常的 非常的帅 非常的霸气 但这边好像就过不去了 然后这边种了三棵树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张地图的下面 下面也是一样 细节满满 并没有放过任何的细节 这下面的纹理也是做得非常好的 你看这个瀑布 哇 这个流水 哇 真的很帅 行吧 这两张地图真的制作组非常的用心 我去参观它是因为什么呢 其实是因为我真的去欣赏了它 这方面的艺术构造 你们知道吗 不是因为我想水视频 这边我要说清楚 尽管我觉得我这么说 还是有人会认为我水视频 那真的 我就只能说小了 格局小了 啊 行吧 OK 那么这期视频的话呢 我们也就先到这里 后续的话 我会把善之战役和恶之战役 两个战役分成两期视频录出来 然后再把这个善的兵种和恶的兵种 在一期视频里面给大家介绍完毕 那也就是说后面还有三期的全面战争模拟期视频 那么后续这个Landful是否还会继续更新呢 我现在是真的不知道了 因为他们此后再也没有给过我任何测试版本 然后这个版本也叫做1.0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正式版 如果说这个是正式版的话呢 可能Landful后面是不会再继续更新这个游戏了 或者说后续可能Landful只会去更新这个游戏的彩蛋 那么我也是这样的 我就是只更新这个游戏的官方内容 如果说Landful停止更新这个游戏的话呢 那咱们全面战争模拟期也就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了 也就看Landful怎么做吧 我的更新取决于Landful的更新 行吧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们喜欢的话呢 不要忘记点赞三连关注我的频道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